另外,世界银行在4月份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 维持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在4.3% 世界银行也看好内需,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出口需求 以及融资情况放宽,能够继续支撑我国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指出,随着就业情况改善以及家庭收入增长措施的支持下 我国今年的私人消费增长率预计可以从去年的4.7%提高到5.2% 尽管中国经济今年预计会放缓,难免会冲击我国 不过世界银行看好,全球对电子电器产品的需求 能够带动我国出口持续增长 比起去年的萎缩7.9% 今年的出口增长率有望达到4.8% 另外,我国的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分别超过70%和80%,属于高水平 中文字幕提供